先打开app.json 把这个pages,post,show这个页面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选中它control,command,加向上的键头 可以把当前行代码向上移动 你可以打开编辑器的命令面板 然后搜索一下movline 可以去查看移动行的快捷键 然后再打开show这个页面的主逻辑 重新的去定义一个ID 先让它可以等于某一个文章内容的ID号 比如说我的网站上面有一个ID号是31的内容 那么这样小程序的模拟器上面显示的页面 就是这个指定ID的内容的详情页面 打开详情页的试图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featuredmedia这个类 等会我们再去设计一下它的样式 里面包装一个image组件 组件的mode设置成aspectfeel 这样的话设置图像高度的时候 这个图像的显示仍然可以保持原来的比例 src是图像的地址 这里我们用一下featuredmedia 在这个featuredmedia上面 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判断 wxif 检查一下 如果featuredmedia里面有值 才去显示这个特色图片 在它的下面我们再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article 里面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article 下号线下号线h1 它里面的东西就是页面的标题 可以绑定输出一个title 现在页面上会显示一个object 回到页面的主逻辑 这里我忘了设置这个title的值了 在这个satdata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title 现在就会显示内容的标题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article 下号线下号线section 里面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article 下号线下号线p 它里面是文章的正文 我们可以绑定输出一个content 现在文章内容里面会显示出html的标签 在后面那么会去引入一个内容的转换库 可以去把html的标签 替换成小程序能懂的组件 暂时那么先让它这样 然后再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article 下号线下号线meta 它里面可以去添加内容的作者的头像 还有名字 先用一个image组件 上面加上article 下号线下号线avatar isrc设计一下这个图像的地址 在author下面的avatar urls里面 有一些不同尺寸的图像 我们可以用一下48像素的这个头像 注意wordpress会根据用户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在gravitar的网站上面去找到对应的头像 在国内访问这个网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在后面我们再去找一些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头像的下面是用户的名字 我们可以用一组view 绑定输出author里面的name 下面我们再去设计一下页面上的内容的样式 先找到小程序的appdrwxss 先设置一下featuredmedia 下面的image的样式 把它的width设置成100% 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个固定的高度 设置成220像素 然后再设置一下article 像话线像话线meta的样式 把它的display设置成flex justify content 设置成space around color设置成警号999 margin bottom 天天在下边的外边距设置成0.8em 再去设计一下文章内容里面的头像的样式 它上面有一个article 我想象象象一下 avatar这个类 把它的width宽度设置成24个像素 height高度设置成24个像素 然后再把border radius设置成50% 这样会得到一个圆形的头像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内容详情页面的设计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解决一下内容里面的html标签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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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